回眸已過去的近代百年 中國經歷了被欺貿、被侵略和不斷抗爭 最終站起來、發展起來的滄桑歷程 其中1997年修復香港行使主權 無疑是最正大的一件事 彈指一揮奸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進入第20個年頭 苦今追跡 香港問題當年得以順利解決 背後暗藏的是中英兩國底牌的較量 是大國之間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比拼 亦是激烈的鋼鐵碰撞 香港回歸談判 坐在鐵糧子對面的是哪一位鋼鐵公司? 一場核戰籠罩下的中英世紀談判 需要怎樣的政治謀略化乾鍋為玉白? 中英談判之鋼鐵碰撞 正在播出 香港問題由來已久 香港倒在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 割讓給英國 1860年又割讓了中國大陸的一小塊土地 叫做九龍 北邊的新界就在1898年租借給英國 1997年到期 1997年一位 1997年 1997年 通訪 我們現在看到 1997年 大陸的一條纍 底小道 想起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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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里豪问 是否可以考虑 同意我们香港的政府有权批租超过1997年的土地呢? 这个提问含意深远 麦里豪这一问非同小可 言外之音 如果中国同意港英政府有权批租超过1997年的土地呢? 即是等于同意英国1997年之后 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 老辣的邓小平一眼释破 他立即回答 他说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并明确香港整体性的概念 表示 不单单是新界 还有香港岛和九龙的最终命运 都是中国一部分 会谈结束之后 邓小平和麦里豪做了一个手势 身高超过一米八的港督 幻帝腰 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七的主人对他说 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 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吧 麦里豪的北京试探之行 得到一个棘手但明确的答案 为两国相争 唇枪涉剑背后比拼的 有统治可能 我们会觉得再打阿尔 ciud一交往 希望有统治 人们是同学的 但是今天的美国 可能是否结束 有统治疗的 或是要统治疗 都会说 有统治疗的 这种美国 你越统治疗 的人 有统治疗 这个也是 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的五人小組 秘密抵達香港 在香港各界進行調查研究 通過一個一年多的調查之後 五人小組得到了詳實的資料 國務院、港澳辦把這些資料整理成為報告 提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 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 也就是著名的十二條 與此同時 中國的對外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 中國與越南爆發戰爭 意味著中國與前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決裂 同一年稍早的時候 也就是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 應美國總統詹美卡特及夫人之腰 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及夫人卓林 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由此開啟中國與美英為首的北約集團的蜜月期 中英之間的盟友關係 是否有助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呢? 這是當時國際熱點之一 不過當時的英國首相是有鐵糧子之稱的 《馬加烈·戴卓爾》 她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1982年4月2日 英國與阿根廷爆發馬島戰爭 戴卓爾夫人派特遣艦隊遠征南大西洋 最喜歡勝利收場 這場戰爭展示了英國精確的制度武器 以及強大的海上作戰能力 戰爭勝利後 英國一片寬騰 戴卓爾夫人做了英雄 在此背景之下 戴卓爾鐵糧子 帶著馬島正利的漁威 在1982年秋天訪問中國 正式拉去香港問題的談判 一場鋼與鐵的封鎖 很激情 鄧小平三起三落 復出不久 戴卓爾夫人協制性馬島漁威 趁世而來 一個號稱鋼鐵公司 一個是鐵糧子 鋼與鐵的撞擊 匹遣怎樣的世紀火花 中英談判之鋼鐵碰撞 稍後繼續 中英談判之鋼鐵碰撞 一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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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一完結 大翠義夫人被她的對手稱為鐵娘子 是基於她的處事強硬 不願妥協的辦事作風 她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曾經蟬聯三界 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結出的首相之一 兼橋大學檔案館收藏的檔案顯示 大翠義夫人在訪華前 就香港前途的立場做了廣泛的諮詢 其中時任匯豐銀行主席的沈伯提出 英國必須保留管治權 交出主權純粹是擺擺門面而議 沈伯以主權換治權的意見 獲得英國方面的共識 主權即香港島和九龍是各樣的 英國擁有主權 新界是租借的 涉及是否繼續租的問題 大翠義夫人的底牌是 適當時放棄香港島和九龍的主權 讓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成為一個整體繼續續租 臨近出房 大翠義夫人的私人秘書寫信給英國外交部 表示女首相不願意向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 英國外交部則表示 這是其他西方領導人的普遍作法 不過鐵娘子就拒絕改變想法 態度強硬 1982年9月21日 大翠義夫人和鄧小平面對面坐到談判桌前 回談一開始 剛剛取得馬島戰爭勝利的鐵娘子先法制人 打出他準備的第一張牌 主權牌 他表示 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 白紙黑字寫在那裡 任何人都不能抹殺這個事實 條約就必須遵守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只有英國繼續統治才能得到保證 不能單方面由北京將條約廢除 然後他還說了一句 分量很重 但有威脅性的說話 如果中國宣布要收回香港 這樣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面對大翠義夫人的主權牌 鄧小平回應說 主權一直屬於中國 這個很明確 沒有討論的餘地 他表示 不會做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 並且點名警告香港匯豐銀行 沒有人知道他們發行了多少貨幣 強硬表態 若有混亂 中國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另作考慮 言下之意就是 不等到1997年了 方式也未必是和平談判了 主權問題 是不能夠談判的 是說中國呀 1997年 收回的問題 是不能談判 不管有什麼方式 接著他提出的是 這個 談判的題目就是一個 歸屬問題 我說是三分一層 一個是主權問題 中央雙方大政協議 第二個 1997年以後的安排 就是說我們 中國收回主權之後 怎麼樣來關連香港 就知道問題了 第三個議程 15年國度期間的安排問題 就是解釋主權的條件 不卑不況 遠中大硬 鐵梁子和鄧小平都深暗 談判之道 鄧小平進一步開道女首相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勢的主權 對英國也有利 因為意味著 屆時英國將徹底結束殖民統治 在世界公論面前得到好評 中國要收回香港 通知一聲就可以了 甚至連通知都不用 就好像印度收回香港 將軍隊開過去就可以了 現在坐下來的談判 是夠客氣的了 英國還有什麼 討價還價的呢 說話說到這個程度上 氣氛相當緊張 鄧小平又開出談判的時間表 他說不遲於一兩年時間 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決定 這次談判整整延長了五十分鐘 其交鋒程度之激烈可見一巴掌 英國每日電信報曾經披露 鄧小平當時對一位助手低聲抱怨 他說我簡直沒有辦法跟這個女人說話 她根本不講道理 而後來戴卓爾夫人聽到鄧小平的時候 用一句中國的成語叫做 百問不如一見 這次談判的動作 稍後繼續 高手談判軟硬兼思 硬的是態度 軟的是方式 在中英世紀談判之中 有一個神秘人物 在鄧小平的授意下 起了潤滑劑的作用 1982年9月24日下午 剛剛送走戴卓爾夫人的鄧小平 就召見了她 她就是被稱為政治無人的 香港船王鮑玉鮑 鮑玉鮑組織浙江寧波 1949年初鮑玉鮑和父親一起 帶著幾十萬的積蓄去香港闖天下 她以七十多萬的美金起家 打出環球航運公司的牌子 經過幾十年摩打滾爬 鮑玉鮑在1977年成為世界公營的船王 她掌握著國際商業界第一手資訊 對世界各國的政要有敏銳的洞察力 在大卓爾夫人和鄧小平會面後的第四天 鮑玉鮑帶著鄧小平的口信 去到港督府會見大卓爾夫人 一封1982年9月28日的密訊披露了當日的密談內容 會面只有她們兩個人 鮑玉鮑說 在大卓爾夫人和鄧小平會面後的下午 她拜會了鄧小平 鄧小平對她說了收回香港後的管治購賞 包括委任香港華人做最高職位 法律制度不變 自由港和港元的地位繼續等等 但大卓爾夫人也請鮑玉鮑 清楚向中方轉達 沒有英國的管治 香港將難以運作 英國有一至兩年的時間 去說服中方 鮑玉鮑在中英高層間來回紅眼傳輸 在此後火藥味濃厚的談判中 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 大卓爾夫人本來打算訪經的時候 和鄧小平進行兩次會談 不過第一次會談 在濃烈的火藥味之中結束之後 第二次會談就告吹了 離開中國之前 她在英國廣播公司的訪問中說 如果簽約一方對條約或協議說 我不同意 我打算違約 那你很難相信她會尊重新的條約 此言一出 就馬上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 雙方針尖對默望 互不相讓 從1982年9月24日到1984年12月19日 正式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兩年多時間裏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呢? 令到談判進行有了驚天逆轉的可能性 傑审親 經驗 未來 消息 應 有香港人派代表参加 那个所谓三角凳 就是它二对一 它英国是英国政府一个代表 香港一个代表 我们一个代表 我们就把它破斥了 我们说这个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 不准在香港人参加的问题 从撒起尔来讲 他们认为香港自所有今日的繁荣 完全是英国的治理 这一点他们是很引以自豪的 因为香港是他们大英帝国皇冠上的 最后的一颗惨烂的民主 他说香港自所有今日 就是英国治理的结果 我们就中英双方代表团 进行五次的非真实的谈判 非真实的谈判 看来看去英国人 还是三岸条约有效力 还是谈不成 第二轮谈判依然无疾而终 第三轮陷入僵局 第四轮谈判仍然无准转 第二轮谈判 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准 商店出现抢购潮 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 第五轮谈判 中方对英方表现出一定灵活性 感到高兴 但仍然怀疑英国在耍花椒 谈判依然没有多少进取 没有多少进展 及至第十二轮谈判之后 英国外相何为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 他说 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 虽然谈判形式依然朴朔迷离 不过商界终究都是松也好气 因为不确定的因素终于被排除了 在二十二轮谈判之中 英国首先打主权牌被拒绝 跟着又抛出主权换自权的扣赏 同样被拒绝 最后又打经济牌 拿经济来压制对方 谈判出以外的角力 从暗斗变成了名争 后来人家说就是英国做总经理 中国做董事长 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说用主权换治权在那 那英国提出来 你要是收回了香港 废除了英国治理这一套 香港的反应就稳定 就不可能了 你中国的中央政府 即便你宣布一国两制也管不了 没有他英国治理的这一套不行 那么小冰农兹当时就拨炸了 他说香港能不能够以后继续保持稳定繁荣 取决于我们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归以后 都採取的正确的政策 不是什么你们一定要由英国人来管理 是属于我们的政策 我们政策对头 所以香港肯定还是能够继续保持稳定繁荣 英方的做法是 让香港的财团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元 令到港元大幅度贬值 香港股市开始大幅震动 港币汇价一日一日地下跌 从而引起香港社会的恐慌 在邓小平的直接授意之下 中国政府的应对方针很简单 不如理睬 中国不会因为经济波动而放弃主要的政治原则 结果英国人放了手脚 因为港币再贬值就可能造成港英经济崩溃 用何谓的话说不单止如此 而且还可能影响到英镑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之下 双方理来我往又经过十轮谈判 邓小平比出的两年谈判期 所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英国方面的底牌最后被突破 不得不作出让步 两国政府终于在1984年12月19日 正式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前外相何谓的《回忆录》这么说 戴翠尔夫人认为可以做的最大让步 就是主权换自权 不过最后不得不全盘接受邓小平的主张 这就很比某《本知名》杂志所形容的 中方和英邦在玩《谁先斩眼》那种游戏 英国终于先斩眼 所以叫做大夏镇来 1997年7月1日 香港顺利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世界华人抛开不同民族、不同政见的偏见 共同庆外香港这位游子回家 不过 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的1984年到1997年 香港正式回归这段时间 港英政府管制下的香港依然波折不断 阴云尼曼 中英两国的较量仍将继续 那么九七前夕 港英政府又发出什么问题 中方又如何化解呢 我们下期分解 好了 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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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